真意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我們過去講過了不少死囚檔案 他們會被判決死刑 大部分都有一個共同點 濫殺無辜 用幾乎不成殺人理由的動機 終結掉一人以上的生命 加上絲毫沒有悔改的心 才會被法院判處死刑定驗 像是近期講過的 沈文斌濫殺 以及新化雙屍案 都是如此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台南芒果園池塘 經見男女交疊服屍 男生赤腳無震見 果園女舉人遭惹病 丈姑老怒縱橫 求陳王爺氣凶給真相 兒子詭異醉弱水庫 家庭破碎陷困境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男化芒果園 雙屍命案 時間回到2007年9月13日 在台南南華山區一處芒果園 女主人柯玉梅 這天是她60歲的生日 卻在自家的果園內 神秘消失 家屬四處搜尋 也求神問普 不料兩天後 有釣客來附近的池塘釣魚 卻驚見池底有一具女服屍 警方道場拉起屍體 底下居然還有具男屍 此狀相當奇才 死者先生手指的魚池不敢相信 太太和另外一個陌生男子 沉濕在這裡 我們不想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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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人這樣 案發的地點相當偏僻 不過離農婦失蹤的果園 只有兩公里遠 但是警方發現了農婦所騎的機車 以及帶著斗笠 現場還留有打鬥的跡象 這車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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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車有拉著 偏僻小道 地上還可以看到打鬥痕跡 警方調查發現 富人頭部有重疾外傷 明明穿著藍衣的陌生男子 頸部有勒痕 眼球外凸 還有脫粉現象 不排除是勒閉窒息後 遭人氣失在池子內 遠景調查發現 客信富人失蹤時 機車倒在地上 鑰匙還插著沒有拔 抖立銅板掉落一地 機車把手並且在水泥地上 刮出一道長長的痕跡 三代務農的婦人 卻在失蹤三天後 浮屍在附近的漁池 死者的家屬說 死者身性單純 真是不曉得 誰狠心下毒手 離奇詭異的雙屍案 一下就攻佔社會新聞頭版 60歲的柯玉梅 跟小他10來歲的陌生男子 為何會堆疊 沉溼在池塘裡 兩人到底是什麼關係 警方詢問當天 唯一在場的募集者 也就是芒果園的主人王進來 說有一輛箱形車 非常可以 我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有看到了 什麼車 那什麼車 就跟黃色的 車是停在這裡 我就是我媽媽說 不用 我哪裡腳踏車要來 我媽媽不可以塞下來 我說要衝阿會 他說人在哪裡 我都在這裡 先生說和他對話的就是休旅車上的人 當時一位果園旁 停了一輛土黃色休旅車 車內傳出五郎謀的詢問 太太上前查看 等了二十分鐘 不見太太蹤影 先生回去找人 才發現太太騎的機車 橫倒在地上 地上還有掛地的打鬥痕跡 和二十五塊的硬幣 現場和發現濕鐵地方 距離有三公里遠 普通人不知道這裡有 這裡有哪兒 對 也不是這裡有路 他可能是認為說是 相公所來勘災的 所以他叫他的太太先過去 那事後他認為說 他可能太太先回家了 所以他也回家 他我們做家秀人 他就是把我們幫忙 不然被人抓我還是什麼 種種的疑惑沒有答案 家屬一度以為是遭到綁票 警方也裝了錄音機 卻沒有勒數的電話 是情殺嗎 年紀上來看 不太可能是感情糾紛 單純農夫更沒有與人結怨 警方於是懷疑 有沒有可能是才殺呢 出產自台南南華的艾文芒果 每年熱銷上千頓 遇害的死者就是在南華經營芒果園 他和先生兩個人栽種的 火果園面積就有三甲 當地人封他們為芒果大戶 他說你種很多 這都是甘果的 這人百人 今年芒果大豐收 家屬懷疑 外界可能認為王家賺大錢 引來歹徒技術 警方下午也公佈 男性死者所穿的衣服 供外界指認 這起離奇的雙氏命案 究竟是歹徒綁農夫 遭到抗拒雙雙落水死亡 還是農夫撞見兇殺案被滅口 都有待男性死者身份被確認後 才能夠進一步釐清 南華蒙古人雙氏案震驚社會 警方的手上卻毫無偵辦線索 壓力山大 隔天立即匯同檢察官法醫 對兩人遺體進行解剖相驗 至少要先解開兩人的死亡之名 警方和法醫來到台南勢力殯儀館 解剖城市池塘 一男一女的遺體 要釐清兩人死亡的方式和時間 是否一樣 我們初步研判是一樣 有些症状的囤跡 我們不確定是死前還是死後 一男一女城市台南縣南華山雀池塘 男的身份不明 警方研判可能是外地人 只不過原本警警認為 氣色魚池是第二現場 現在有了180度的大轉變 不研判兩個人都是生前落水 水池有可能是第一現場 有可能是第一現場 因為從這兩名死者的體型 我們研判第一現場的肌肉 都比較大 換句話說 柯玉梅跟這個陌生男子 是在當天一同被殺害 兇嫌疑似將他們勒臂 跟打婚之後 推入池塘溺斃 從柯玉梅身上有個3600元 孩子包給他的生日紅包 陌生男子 判是皮帶跟鞋子被脫下 似乎只是匆忙滅政就離開 而此時 警方卻把目光瞄準在 當天唯一目擊的 王靖來身上 哭了連話都說不清楚 不過死了丈夫前一天的態度 和今天完全不同 太太沉思在池塘 做先生的很鎮定地告訴媒體過程 這樣的態度讓警方懷疑事情不單純 警方質疑遇害前一刻 死者先生怎麼沒有陪太太 一起查看箱行車 看到妻子20分鐘還沒返回 怎麼沒有發覺太太可能遇到了 兇神惡煞還自行離去 為了釐清死因 警方一度懷疑 農夫是否投保具的保險 才會引來殺機 你不太陷害你 我老婆還有保險 你沒有保險嗎 沒有啦 都沒有保險嗎 像他們那裡問我沒有保險 唯一有進展的 就是法醫解剖男性死者遺體 發現他的手臂有針孔 警方研判死者溺水前 可能注射過毒品或藥品 懷疑他與製毒集團有關 驗視報告說 柯玉梅和無名男師 都是遭到勒婚 再活活被丟到魚池裡溺死 確定是他殺 原本警方一度懷疑 丈夫王進來涉案 但是在確定柯玉梅7年前 投保20萬的保單 早就退保了 排除圖謀保險金的可能 警方偵辦又回到原點 當務之急就是找出男師身分 由於懷疑相關的證件 可能被歹徒丟棄 於是出動了大量員警 地毯式搜索 甚至要把整座池塘的水 全部抽光 顧不得颱風天風大雨大 台南分局長親自率隊 帶著大隊人馬 衝回魚池的案發現場 和富人失蹤的芒果員 大舉搜索 鉤木旁樹林里 就連垃圾堆也不放過 而男性死者身材壯碎 身前落水 極有可能是遭到 注射藥物控制行動 警方已經採取他的指紋 和檢體送交刑事局 比對話 抽水機不停運作 12英寸的水管 不停吐出池塘的水 雙氏命案到現在找不到兇手 警方在檢察官指示下 打算連夜將池塘的水抽乾 檢警到現在還沒找到兇手 死者柯欣富人的家屬 十八號進行招魂儀式 不過離奇的是 死者兒子直背二十多次 都沒有成功 而在招魂當時 王進來由於是太子妙的機身 疑似突然起機 要衝入池塘內去拉王魂 先好被眾人給拉起來 才被引發危險 但怪的是 瓦杯突然順利完成了招魂儀式 但詭異的事還不止這一樁 那種的野心的聲音料 打什麼啊 刀鞘分開 大家都不知道喔 前前任的隊長看到 刀鞘怎麼分開了 不然大結合料 開一竅就見光又雪光之災 田南縣獄警分局偵察隊的同仁 大喊一聲糟了 因為對上供奉十幾年的國姓爺 外傳木劍拔出鞘會有雪光之災 中原普渡這一天 不知道誰把木劍拔出來 和刀鞘分開放在國姓爺的兩旁 就這麼巧 半個月後 下區的台南南化鄉 一個偏僻的漁池 浮起一男一女兩具屍體 警方偵辦陷入嚴重的膠著 想起了這樁奇怪的現象 而家屬則是從失蹤一開始 就到處求神問譜 希望能找到協助破案的靈感 不但到城隍廟告陰狀 甚至找來當時台南地檢署 知名有特殊技能的女書機關 白天就在地檢署上班 然後下班就另外一個生活 我就是常常會去殯儀館 或是說往生人的家裡 做那個往生歡迎 案發快兩個禮拜了 就是找不到兇手 潘敏捷在家屬拜託下 來到殯儀館 因為死者丈夫王姓阿伯 想透過翻譯 聽聽往生的太太 要說些什麼 阿伯就要拉開殯櫃 要讓我跟她對話 可以嗎 阿伯就說 夭壽了妳 我沒有穿衣服 還要穿衣服 還要怎麼看人 阿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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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偷工幫妳穿衣服 沒有啦 阿伯就不相信 就直接把那時代全部拉開 阿伯 不好意思 整身苦 還要讓妳看到 阿伯說 穿衣服 我媽媽一定要留在兇儀館 我要說 當時 我出眾的時候 鄉親一定要抓到 米甲花都擠了 全部擠了 拿香 就就求 求聖鳳鴨 擲杯 看聖鳳鴨說 要拿她做主 他就擲什麼 聖鳳鴨就說好 對 大人說要拿她做主 如此特殊的指引 信與不信 大家見仁見智 但對家屬來說 無疑心中 多了幾分信心 所以奇怪 過沒幾天 警方就突破關鍵 確認了無名男師的身分 死者妻子 三天前看到電視報導 發現警方提供的衣服 褲子和失蹤 三天丈夫 陳靜忠的穿著相似 於是到獄警分局指認 警方經過DNA比對 今天下午確認 無名男師就是陳靜忠 陳靜忠的職業 是從事園藝造景 工作範圍都是在 台南市居多 死者陳靜忠和妻子 小孩住在岳父家 最近才包下南西鄉水利舉的 綠美化工程 13號當天死者騎機車去看 綠化的樹苗樣種 從此就失去聯絡 在生前疑似是跟家人說 跟朋友要上去南化鄉去看樹 警局裡這一輛銀色機車 就是南化雙世命案 死者陳靜忠的機車 車內置物箱裡 有一瓶飲料罐 和一盒棉花棒 其中重要的筆記本 已經被警方帶走 死者陳靜忠的機車 是在22號凌晨 台南市京華派出所園警巡邏時 在台南市客家文物館前的 紅磚道找到的 不過奇怪的是 機車鑰匙還插在車上 巡邏員警直接把機車騎回派出所 通知車主認領 才發現這一輛機車就是陳靜忠的機車 警方將水池抽乾後一無所獲 但掌握到陳靜忠的身分 相關線索一一迅速浮現 甚至在南化天后宮的監視器 拍到了當天進入果園的那輛車 再根據陳靜忠的手機通言紀錄 終於勾勒出了破案拼圖 殺了兩條人命 兇嫌竟然還在POP狂歡 專業小組全副武裝攻堅 警方查出兇嫌經營夜店 三男一女全都被警方制服 帶回警局漏夜偵訊 而就在死者科系農夫出病前夕 南化雙失命案 警方宣告侦破 這輛作案的休旅車 兇嫌就大啦啦的停在自己開的POP前 屑事人員漏夜在車內車外 仔細的採集指紋和蒐證 發現車座上有多處血跡沒有清洗 但嫌犯還是開著他到處跑 而在後座有一個側背包 歹徒當時隨手拿起來 就用背包袋勒斃了農夫 和成型男子 殺人的工具也沒有丟棄 就擺在車上一點都不在乎 他們認為說他們 這樣做是第一武 他們認為說這很安全 三十九歲的主賢柯世民 因為販賣槍毒被判重刑 入獄十一年 命案當年才假釋出獄 和二十七歲的江武哲 三十四歲的陳俊傑 都是在獄中認識的 柯姓祖賢女友和兩名共犯 都被制服戴上手銬 漏頁偵訊 共犯坦誠 為了買賣糾紛 柯姓祖賢在車上 勒婚了陳姓男子 經驗豐富的警方 原本假設 兇嫌會將所有的證據消滅 或至少把車輛清洗改造一下 誰能想到主謀柯世民 居然毫不掩飾 開著這輛命案鐵鎮 到處爬爬走 讓監事小組 順利踩到了完簡證據 而他的殺人理由呢 令人瞎眼 死者陳靜忠 平日是在台南市 從事園藝造景生意 其中嫌犯江武哲的母親 在南西鄉歸丹村 栽種一公頃多的 桃花星木材 命案當天 主賢柯世民三個人 和死者陳靜忠相約 到現場洽談價格 他們就要來看這個桃星 價值有六百萬 但是現場看了之後 死者陳靜忠說 沒有那個價值 大家好像是有被騙的感覺 他們就發脾氣 就採取這個殺人 發生激烈口角 四個人上車後 柯世民在行津南華鄉北寮路段時 突然從後座 以隨身攜帶的背包袋子 往座的右前座的陳靜忠脖子 勒下去 陳靜忠當場昏厥 柯世民立刻指示其他兩人 把車開到中坑村山尾寮 看到小路盡頭有一紙藍色的塑膠筒 打算把陳靜忠塞到桶子裡棄濕 簡單說 陳靜忠跟柯世民等人閒聊後 原本表示 如果用六百萬買下 轉手可以賣到兩千萬元 柯世民見錢眼開 猴急立刻約隔天上山估價 結果卻改口 連一千萬都賣不到 被懷疑是惡意操作價格 引來殺雞 只有雄險繞山挑選棄屍地點 卻選中了王家的芒果園 不料農夫柯玉梅 正好來果園工作 以為柯世民是鄉公所人員 來查看風災 他騎機車上前問問 嫌犯起初以朋友喝醉酒 要找地方讓他清醒做回應 沒想到站在柯玉梅後方的主賢柯世民 擔心事蹟敗漏 決定一不做二不休 又把他勒魂 當場其他兩位嫌犯根據他們的口供 他們都有制服他 不要對這個婦女下手 但是不勝贏 殺人殺人 最後還是把他惹死 凶殘的行徑 讓同夥的陳俊傑 江武哲 毛骨悚人 最後還是聽從柯世民的指示 把昏迷中的陳靜忠和柯玉梅 丟在距離果園 兩公里遠的魚池裡溺死 雙十岸爭破 恰巧就是柯姓農夫出兵的日子 一度也被指為涉案的 柯姓農夫的丈夫 在妻子的葬禮上 氣不成聲 我沒有指還要做 太可憐了 我以為是阿 他把他打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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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到我沒有說 真的我沒有帶了老婆 我沒有說得太可憐了 做十步驚我是很不敢 我沒有害我 我沒有擔心 我沒有被老婆 被老婆 被老婆的老婆 被老婆 如今凶手在柯欣富人攻继前一天落网 死者张不说冥冥之中妻子显灵 而且他也感谢警方还他清白 告慰妻子在天之灵 攻继过后 没想到柯世民不想认罪 跟他两个小弟心虚被突破刑防 攻出了所有案情 警方于是带着两个人回到案发池塘 要模拟柯世民杀人气势的经过 而死者亲友则是一早就聚集 准备海铁嫌犯 你不要压售 你不要压售 他也是压售 他也是压售 他也有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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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爱观摩 你是在爱观摩 不是爱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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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相差要摆 不是相差要摆 好啊 好啊 你是在哪 我哪位你哪 好啊 你是六两 你要看我 你从哪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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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先生情绪激动 要跟凶险拼命 要五六个远景才拉得住 另外在场的五六名亲友 也跟着冲上前去 有没有权害家里 好啊 好啊 他真是 由于死者家属实在太过激动 远景之号赶紧强制驱离 将他们隔离在一旁 但家属还是气愤难平 远远对着凶险咽啃 死者柯信夫人的先生 还冲上前去 想找嫌犯理论 不过警方也预防 有这个情况发生 今天主嫌柯世民并没有出现 只有江武哲与陈俊杰 等两先回到现场 到果园一里 对着两具假人模型 模拟当时如何杀害柯信夫人 他不是这样给他 他是用手朵夹对的 柯信夫人带在这里 他带就是身体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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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在这里 就坐这里 然后柯信夫人带在这里 这时候整体 然后我先脚又把它弄到这里 你有把脚弄下去吗 你一般搬过来 你只要把脚弄下去 柯信夫人呢 柯信夫人带在这里 由于证据相当完整 柯信夫人再怎么辩解也没用 三人很快被杀人罪起诉 柯信夫人被判处两个死刑 江武哲跟陈俊杰则是无奇徒刑 2009年10月12日 最高院博文像素全案定验 接着隔不到半年 柯信夫人就被枪决服法 台湾有四年没有执行过死刑 法务部晚间突然宣布 部长曾永夫在28号签署 死刑执行令 死刑犯张俊宏 洪陈耀 张文蔚 柯信夫人在晚间7点半左右 执行枪决 柯信夫人则是面无表情 一枪毙命 离天资死刑执行 离天资死刑 就在以求补法之后 废除死刑推动联盟 来到法务部 递交抗议性 抗议草率执行死刑 不过受害者家属心中的痛 还是挥之不去 原来王靖来的妻子在三年前 因为募集柯世民杀人被他残忍勒毙 妻子死后家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 欺负跑了 和儿子终日酗酒家不成家 城牌很大 变成我们母母 还有我们媳妇 拼到哪里 变成那些人不孤独了 这些人好 疼好就有 好到中午就有 他说你 你若这样会很严重 万分也没得到 一瓶就丟掉了 王靖来后来罹患肝癌 接着王谷园也被收走 经济断炊 虽然有用手上的土地种植芭乐 一年也只能赚五万元 一度打算到越南工作 来养活三个孙子 没想到话才讲完一个星期 连儿子也没了 消防人员驾着救生艇 在南华水库不断来回搜寻 岸上还挂着失踪的王姓男子衣物 六十多岁的老爸爸在岸边痴痴 盼着奇迹出现 因为儿子从八号下午驾车落海之后 就不见踪影 经过一夜打捞 只发现落海的银色吊车 里头布满污泥 却不见王姓男子踪影 和王姓男子一同去钓鱼的友人说 他去买鱼饵 返回途中冲破护栏 坠入水库 今天就没亲切 那说不定彩虹姐的 做做中心吗 平常也跟老母的感情 太好了 短短两年半 王姓男先后历经 欺望止丧 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全只因为不幸撞见 柯世民的气势现场 令人不声唏嘘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有想法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的第一行 跟我讨论 我是老Z 所以我们下集见